《梅师傅》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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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好运行来梅师傅 问梅师傅的泳春和泰国 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主题就是 你看看梅师傅精神爽美 你猜一下有多大年纪 梅师傅已经是80岁 一点都不像 身体健壮 我想问梅师傅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 访问梅师傅泳春 为什么我会访问梅师傅呢 因为有一次见到我孟 他和梅师傅在那儿玩泳春 哇 立即吸引了我 哇 泳春原来打得这么漂亮 好像在我平时的对面的时候 哇 吸引了我的眼 嗯 梅师傅 很开心 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多谢 我是梅师傅 我是延明春 都连了很长时间 但其实呢 都是一般 不是啊 好好好 吸引了我的眼 是 是 是 一会儿我会请教梅师傅 跟我们解释一下 泳春是怎么样的 泳春有分多少种 泳春和泰极有什么相同 和有什么相同 好吗 梅师傅 泳春其实没有分多少种 是 是 是 其实都是一个年代出来 因为都相传 都是由梅师太 在创作之后 就传给另一个 尤尤明春的 那是流传到来的 是 在佛山那里 是 流传的 是 那其实呢 只是 即据我了解呢 就在香港呢 只得移民的系 嗯 那上面呢 国内呢 都有很多流派的 应该是 是 那其实你说 是不是只有一个流派呢 应该 我据我了解呢 应该是是的 嗯 不过我们就不是 懂得那么多了 即是我们在香港 尤其是 认识会不是我 那个人 对 那上面可能有一些 是不同的 很多不同 很多不同的 嗯 那我了解呢 泳春都是柔的 柔的 柔的 应该不是柔的 嗯 泳春和泰极呢 都是讲求松 那松和圆呢 和泳春泰极有什么分别呢 嗯 我对泰极的认识呢 就不是太多 泳春 是 一样的 好 另一个我对泳春 不是认识太多 就是我只是看过 在片段上 在这片段 是 我看过一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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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和泳春是应该有些不同的 是 有些什么不同呢 就是 我们泳春呢 在我滑手那里呢 都是打个绒圈 打的呢 就不同泰极 泰极会有个腰马不动的嘛 是是是 如果我们推 滑手的时间呢 我们是不动的 是是是 不动的 我们是不动的 是是 一路主要都是不动的 都是打正的腰马 腰马 腰要直的 但是泳春打呢 虽然快 但是我认识你的腰应该都会动的 上下都会相处的 是 但是我们是有个腰去带动 是 腰去带动 是 因为腰在一个中间 是是 人身的中间 那上下呢 就是由这个中间发动 那你不能动个身 又不动个腰间 是 是 整体去动 是 这件事呢 和泰极都是有些一样的 是吧 那和泰极不一样呢 就是 泳春给我感觉呢 就是很快的 出手很快的 那泰极呢 就有油有光啦 阳色很油啦 是吧 那其实 如果是大家 一玩明津和泰极呢 除了个装 的马比较高一些呢 和泰极比较低一些呢 那还有什么 和泰极是不同的呢 出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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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主要是快 是 最主要我们都是 我们的高桑马啦 那主要出手都是在中间出来 哦 在中间 即直线出 是的 都是在中间 在中间 因此是人身呢 因为泰极比较打人 那人的体格上面呢 最弱的一点都是在头部 所以我们经常都是在头部 即直线 直线打先 那这件事都和泰极很有相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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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泳春呢 就有 刚才呢 就见到 木人庄 是 这个木人庄呢 那我先问一下呢 玩这个木人庄呢 对你的泳春呢 是有什么好处呢 是否一入门打泳春呢 就要玩这个木人庄呢 都不是的 都不是的 嗯 木人庄呢 都是要最后一个阶段才去联集的 是 其实木人庄呢 都是 沙老犬里面 一些精华呢 配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 配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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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중 达到很实色的 連下虹 达到那种精华 那么人门学泳春呢 一定不是 这个木人庄开始的 不是的 不需要的 那要打什么先的 叶永春 打小冉头先 对了 因为小冉头是第一套拳 很重要的 嗯 他如果小冉头打得不好呢 可以说明 是泳春没有学不到 也是学不到 对了 我今天都很了解 打泳春一定要打 打到小念頭,這是入門的基本功夫 小念頭經常都不動,由於慢慢打,主要是練到氣 練到氣,其實衝拳那一刻都是由耳耳道氣 會不會做太極,由耳耳道氣,以氣雲生氣力合一 都是要這樣,都是由腰馬發出來,由下之上 不是說中間的腰,始終是由身體重量打出來,手的力量有很多 最重要是有腰的力,腰馬全身的力,手的力量有限度 榮春是挺難學的,要打得好 這樣說,我又很難說,見人見線,有些人就說,好意學懂詠春 要真正把好詠春是要… 要真正做得好,都要一段時間練 因為我曾經有個師傅叫我打榮春,其實我沒什麼耐性 學一下都覺得學極都不像,所以我才放棄了 今天重新了解一下,梅師傅這裡都學到一些榮春的基礎 和榮春的主要腰馬的力,跟太極都有相似 如果學了太極就學榮春,會不會好一點呢? 很難說 很難說? 你不要帶太極多久 因為其實每一種權勁都要顧自己的基礎 的要點 很多人以為我練多些功夫,我就去混合 是不可能的 不可以的 榮春是榮春,太極不太極 因為看到腰馬已經不同了 很多拳是偏身的,我們是正身的 你學得偏身再學正身 你若編好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先搞戀了自己 不可能的 不是說學得多就聰明了 這樣加那樣加那樣 不是一加一審議的 不可能的 你學得好,我認為就要足夠 一據我的了解,這個是我的了解 對 也是一樣道理 一會兒我就會邀請 弘師傅和我們 打一下他的榮春 其實我見過很精彩的 一吸引我來訪問一下 梅師傅就是這套片 一會兒梅師傅就會和大家示範一下 他的榮春,你們有眼福了 是 很榮幸可以打一下 一個榮春的大師傅的手 感受一下榮春和太極 當然我是一個很差的太極 對榮春呢 都要感受一下自己 你領略一下榮春的力是怎樣 和太極力是怎樣 好,謝謝梅師傅 梅師傅叫我回答你 但你感覺如何 我感覺到梅師傅的手 是黏著我 真的無力的 但我呢 有少少憑他 我要放鬆 是嗎 這樣可以嗎 梅師傅 好些 你上來 你上來都是靠腰馬 腰馬 腰馬轉 但我轉了你不知道 但不知道 我轉了腰馬力不動 那我已經失去了 那我感覺到 那我感覺到 那梅師傅再 再衝過來再壓迷 我都是這樣 你就是會壓迷 我已經都不知道 那梅師傅要過來我這裏呢 那梅師傅要過來我這裏呢 那梅師傅 你想一想 還我 pardon 我開始發力了 那我呢 那我怎樣鬆倒呢 就鬆不住 鬆不住 那快把頭髮帶來了 就是還把頭髮包 放鬆 放鬆 這樣放鬆 腰麻很皺 腰麻很皺 我們是腰麻很皺 但看不到腰麻 看不到摸得到 但我這些 看得到不用摸 看不到腰麻 但好像沒有摸摸 對,看不到腰麻 因為我們一來 我會小一點 我會比較大 你看到腰麻很皺 我不夠快 我不夠快 快當然不夠快 很多人都不夠快 好,謝謝雷師傅 謝謝雷師傅 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功夫 你不感受一下 是不知道詠春的好處 真的 一搭著雷師傅的手 感覺他沒有力 但我一轉身感覺他給我力 有些力量給我 但他也不是用力量給我 因為你是夠鬆的 借著我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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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雷師傅的手 我覺得你沒有力 但你要推我 我都說不容易 是 我是沒有力 我碰著雷師傅的手 雷師傅只是搭著我的手 那我要很輕輕地去 聽一下雷師傅做些什麼 但相信我還是可以的 但試一下 有很多 有很多 你會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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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給你擋 對呀 會浸不到 入不到梅師傅那裡 是啊 是 入不到 入不到 多謝 梅師傅,泰極講求外三合,泳春有沒有這個理念呢? 也有的,我們本身講的是指、滿、肘、薄、後面的腰肌 不是肩甲骨肌? 不是,是腰肌,腰、馬,這些東西配合 是的,你可以說是六合的,都是六合的 即是不只是術,它一個無位就可以做一件的 所以,主要我們都是練手指,是很重要的 我們打小龍頭,都是練手指、手肘、薄,就配合 那麼,關節不是要好柔軟嗎? 要的,要好柔軟的,關節特別要好處 對,要好柔軟的,就是練的時候會 對,要好柔軟的,手拍得很正的,慢慢地做 首先,手要伸直,手上伸直,慢慢地把手這樣移動 因為它沒有,全部這個是直的,不用力的 不用力鋪它,它是平的,但是不是用力鋪它,而是放鬆 放鬆,即是有沒有張力的 對,不用張力,只要直,直 哦,這隻手板要直 放鬆,放鬆,放鬆,放鬆 慢慢慢慢,一直這樣上來,拍手指,拍手指,慢慢地燈上去 這個碗,就可以做了 嗯 那你就可以用碗,沾,各個月 是啊 你回來的時候就去了,我現在回來的嘛 回來這個沉澆沾,用那個鍋,放鬆 慢慢讓它自己向後來 嗯 自己向後來 嗯 不用用,不用用來拉它 嗯 嗯 我用這裡都不知道 嗯 是嗎 是嗎 因為我們這樣打給別人看,沒人笑 不會的 這樣打功夫,是不是 這麼慢 我完全不動的,它看不到它 看不到它動的 自己感受得到 是 我戴著它回去 那出去呢,出去都不動 出去都是不動的 但這些碗是打快笑了 我埋在這裡,埋在這裡之後 我會變成一個筋量 都是放鬆的 這個程度可以放鬆的 那你就慢慢向中心出去 都是用它 不一樣 握 是 在它向前推 都是向你中間推 是 是 封慢 你不放鬆 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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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臂也鬆 放鬆了 他都靈止了 靈止了 今天多謝武師傅 感受一下關節的恐慌 驅傷後收繁密 都是看不到的 但是動呢 自己知道 手是要放鬆 只叫做手繁密 只叫做手放鬆 都是講求情 肩膀要放鬆 肩膀要放鬆 很開心 在這裏有聽到 詠春的要重點和要別 這對泰國也有幫助 謝謝 師傅 師傅的身形 有沒有看毛師傅 八十歲 又出手 年輕人 這位是英國回來的一個學生 他在英國學了十月年未出的了 他回到香港找我 我和他補習過的 嗯 那之後呢 他覺得是著墨了很多 是 也都未見過 未穿鞋是這樣的 是 覺得十月年都不行 嗯 嗯 那他現在就遲了文 去了學生 是 是 那阿門師傅教得好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